李凡菲 诚信的算计 刘伟廷 周福晋 打狗周济 恭喜 地方文史节目奖 得奖的是 我演技 全国有线电视系统最高荣誉金市奖 今年得奖名单揭晓 由52家业者 243件作品报名参赛 评审团选出15个奖项 共61件入围作品 其中中加宽评共入围20奖项 最终荣获节目类专题报导节目奖 地方文史节目奖 与个人类主持人奖 采访奖 肯定企业用心深耕地方的服务理念 今天颁奖典礼上也非常开心 我们一共获得了四个奖项 在节目直播上 采访上 以及文史地方节目等等 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再次这边我非常感到骄傲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联制事业处同仁 恭喜我们的中加集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加集团 这几年非常认真的在推动媒体素养 透过整个集团的各个的地方电视台 的社区服务都在做我们的社区的媒体素养的工作 那这是一点让我们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那第二个今年我也注意到中加集团的南部的系统台 好像我们的庆联系统台 还有今年的很多的地方的节目都有得奖 我想一定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也非常深具这个新闻人的监督跟批判的精神 所以再次的恭喜你们 中加宽评庆联有线电视节目 打狗周记 荣获专题报道节目奖与采访奖 节目探讨各种议题的解方 并带领观众了解时间重点与问题核心 或评审团肯定 我们都会说打狗周记是全高雄最不快乐的节目 这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常常必须要去找 在城市当中有什么公共议题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那谢谢这一路上所有相信我们的人 愿意把你们的生命 你们经历到的跟点滴滴告诉我们 让我们把你们遭遇的一切 透过电视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我很喜欢采访这个合作 以及谢谢过程当中所有的伙伴 这个我们在高雄这片土地上 真的发掘了好多好多 可能很感人 或者是很有感动的故事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跟所有全台湾的人分享 青年有线电视捷报频传 节目《城市不设限》主持人李凡飞 首次入围主持人将及得将 主持风格轻松自然收到好评 因为《城市不设限》这个节目 它是公共论坛节目奖 那一开始我们都希望 公共论坛节目它不要只是民意代表 而是民意本身可以来说话 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 我们这一次的主持有完美达成 节目的目标 那这个奖项虽然是个人讲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 节目部所有的同仁 中家宽评港督有线电视节目《Walk野心》 善用镜头语言呈现大自然之美 以及人与环境互动的密切关系 荣获地方文士节目奖 那《Walk野心》这个节目 我们长期在挖掘高雄地方的 历史人文小故事 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篇幅 在关注地方生态 还有环境永续的议题 我们希望透过内容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认识高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家宽评集团在第24届金市奖 获得四项殊荣 在众多优秀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未来将持续制播 优质的地方新闻与节目 记录台湾在地精彩故事 并推广民众禁用公用频道 发挥社会教育及公共服务精神 与全体收视户分享这次获奖荣耀 中家集团赞赞赞赞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